字幕製作人員 大家好,歡迎收看PARTNANG的3分鐘音樂小教室 在收看之前大家記得按訂閱和Like 那就不會錯過PARTNANG的資訊和優惠了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歡迎大家又回來了 上一課大家還記得嗎? 我们的音乐小教室就是说打拍子 如果大家对打拍子还有少少疑惑的话 你可以不断replay上一个video 因为上一个video打拍子真的十分十分重要 如果你认识所有的音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拍子在哪 你就会搞到完全一团糟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会很有挫败感 但是你的拍子拍对 你音不对 反而你会得到一个音乐感 一个轮动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拍子应该是学习先的音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再学习音就会事半功佩了 好了 我们继续去讲简谱的音是怎样的 记不记得我们的Cmajor一共有多少个音呢 我们之前说过Cmajor或者一个大调里面 其实总共有七个音的 七个音 我们分别去数它们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对了 一共有七个音 然后回到这里人们会说八 其实它是一来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谱上面 你会看到有不同的数字 零之前说过了 就是优子符 拍子的一个技巧 也是一个优式的一个技巧 我们来到5 1 2 那究竟怎样弹呢 我们看到5 其实我们按照数的 这个是1 2 3 4 5 这个是1 这个是5 那你见到1呢 那是不是弹这个呢 就不是了 我们见到1 我们是弹这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1上面是有一点的 这一点在上面的话 就代表它要弹这个1的高八度 这个就是1上面有一点啦 然后这个就是2上面有一点啦 这个就是3上面有一点啦 那如果它没有一点呢 就回到这里 如果它那一点呢 是在数目字的下面呢 就会弹低一个八度的啦 总之我是从这个C Major的Middle C开始数起的 那这首歌就是这样的啦 如果你的音都找出来 大概你就会找到一个这样的音阶的进行啦 对啦 如果大家发觉有点困难的话 可以试试慢慢跟着这份谈谈 今天的音乐小狗室就来到这里啦 那大家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那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的 下次见 拜拜